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 前几天呢,不是出了一些视频吗 就是说关于西藏的比较好做的 人人都适合的赚钱的工作 然后有一些小伙伴呢 私信我说是关于餐饮 给大家说一下 西藏的藏餐咱们就不说了 藏餐呢,一般就是游客尝一下味道 其实咱们内地的游客啊 内地的小伙伴们是吃不惯藏餐的 特别是酸奶三吧 之间有人吃吐掉 西藏的两大主流游客餐饮 一个是川菜 一个是清真菜 西藏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四川 也就是说那边的四川人第一多 第二多的人群是河南人 然后第三大 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回祖同胞 他们吃的是清真菜 我在西藏的时候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清真菜 真的是挺好吃的 而且又干净,又放心 然后那边的手抓羊肉啊 焦麻鸡啊 哎呀,各式各样的 真的是很棒 川菜的话一般就川菜火锅 特别好 还有川菜小炒 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天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就是拿两万块钱可以去租那个普拉多 关于客源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客源的话就是你自己去跑旅行社 因为旅行社他一般他都是着急 他会找很多很多的客人 有些呢是跟团 走大巴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高端的团 他是要就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租一辆那个普拉多 那旅行社他也不可能说是买那么多普拉多 他会联系师傅 也就是说你在旅行社里面留下自己的电话 然后让人家有业务的时候找你 然后人家就是到旺季的时候很多旅游车都不够用 今年国庆节的时候那个旅游车的价格直接翻了三倍 就是平时租八百块钱一天的车 到了国庆的时候那一天出去的价格是两千块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身体要好 这个不适合女孩子 虽然我之前我说了有一个女孩子 他一年下来可以存二十万 但是那个女的都已经是人家特别特别超级能吃苦的 最好女孩子不要做这个 因为她是起早贪黑的 然后路上有特别特别多操心的事情 这个体力就不行 体力跟不上 然后我建议一般就男孩子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那个洋湖啊 洋湖的海拔是在四五千 珠峰的海拔也是那么高 特别特别高 然后客人都还没有高反呢 客人都身体好好的 你自己先晕过去了 高反晕过去了 那怎么办 是吧 然后而且你操心能操得过来 你不能说是客人一给你提什么要求 你就头炸了 然后还有什么关于西藏的问题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就是我看到留言比较多的 我就会拍个视频给大家说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谢谢大家的陪伴 拜拜